校园进入毕业季 上海知名学府复旦大学 也热热闹闹举行毕业典礼 其中学位授予仪式是重头戏 不过19号在法学院毕业典礼上 仅出现意外插曲 在今天举行的学位授予仪式上 一名男生性职走向站在右二位置的老师 并向其头部挥拳后迅速离开 老师的眼镜和导师帽被打落 旁边的老师受到惊吓 往旁边退了好几步 大陆媒体报道 这名打人的下信学生来自台湾 2019年就读复旦大学法学院 抚修生命科学学程 今年1月他还曾发布一篇 退学理由说明 痛批复旦大学是混蛋大学 他表示自己的母亲在上海人脉深厚 是因为父母的控制欲虚荣心 才被迫就读 不过事后下信学生在微博上跟老师道歉 表示原本想打的是院长 没想到打错了人 网友齐底 这名下信学生透过申请考核制 报考北大医学部硕士研究生 但北大最新回应 该名学生还处在思想品德考核期 并未录取 这起事件引发哗然 只因一时冲动 恐怕断送美好前程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